這個星月群島島上每隔10萬年就會誕生一株曼陀羅王 傳聞得此花者必能 不曉得我還沒拿到 我是古阿末 現在玩的這個是天涯明月刀M 7月28改版新推出的副本星月群島 這遊戲打副本的好處就是能直接跨幅自動匹配隊伍 省去了慢慢找隊友的辛苦很體諒邊緣人 那這個星月群島呢是由櫻花宮分工正守的 守門的人是個叫轩緣不輸的家伙很愛賭博 依他本人的說法他其實不是櫻花宮的人 他只是跟島主省醉花 賭了一個博他賭自己未來都不會再賭博了 為了見證答案他才留在島上 這樣島主才能知道他有沒有繼續賭博嘛 那我們一聽就挑釁他問他敢不敢來打架 賭他會輸 他要是輸了就讓我們進去 聰不聰明我們要是真贏了 他不讓我們進去也不行啊 軒緣不輸一聽也有點生氣了 竟然直接出手 馬上就一招潛龍出水 顧名思義他是潛龍 會打得你出水是不是有點色情 但我們人多嘛 圍毆他輕鬆取得勝利 好打到守門後我們就闖進島主的家就移花宮宮殿 我們主要是想找島主打聽一下曼陀羅王的下落 合理吧 島主常年住在島上 知道曼陀羅王會長在哪也是應該的 反正他不告訴我們 我們就打他逼他說 這也是很常規的操作 那島主省醉花看我們闖進來 自然是也不爽的要來趕我們走 雙方就這樣搭了起來 他比較酷的武功是醉心幻境 講是講幻境 但其實不是 他是撕裂空間把你送進 他創造的另一個意識原理 關在裡面你要把裡面壓陣的醉心花都幾歲 才能重回人間 總之經過一番打鬥 我們像流氓一樣把省醉花按在地上 打得他喊我們爸爸前往裡面走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走著走著就來到了島上的境地 然後看到了他們移花宮的長老 紫桑隱鈺 正坐著輪椅在這邊要準備偷彩這個曼陀羅王啊 那所謂見者有份嘛 加上我們玩家明顯是土匪 所以就上去 揍他一頓 搶就完事了 這個紫桑隱鈺 因為腳不能動 所以多年來專精手的修煉 手的力氣大到 可以舉起巨石來砸你 這種力量他要是幫自己打紫桑 怕是會把自己搞得重傷啊 好打贏後搶走曼陀羅王 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其實也不是說搶啦 長在地上的東西嘛 就是大自然的啊 誰都有資格拿是不是 那離開星月群島後 接著我們可以去哪裡呢 我們可以去巴薯 就是四川 這邊除了麻辣鍋好吃外 還多了本次改版新加入的61集後的主線劇情 講的內容大概就是玩家一夥人 怎麼繼續對抗觀音奴這些黑暗勢力 天涯明月刀M看起來很像是在玩遊戲 但其實更多時間你是在看小說啊 只是因為你都一直按跳過劇情跳過動畫對不對 所以你都不曉得劇情在講什麼嘛 這遊戲本身是一 古龍原作小說天涯還有明月跟刀去改編的 玩的時候如果認真欣賞劇情 你就會發現每個遊戲中出現的人物 他的背景他的個性都是被很完整塑造過的 每次與這些人物互動時 依他們的個性玩家選擇不同的回答 就會產生不同的結局 像一些個性火爆的人 就不會想聽你講話講得很保守啊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啊 不要每天一上線就是打論劍 雖然我也是這樣啊 但我們有空還是要欣賞一下劇情嘛 這樣會更有融入感 至少你打副本 會知道除了打到裝備之外 真正去打的原因是什麼 最後提一下這個 也是天涯明月刀M7月28改版新推出的染色系統 就遊戲裡不是有很多時裝嗎 這些時裝拿染料 都可以拿去變色 譬如你看我這件聖繡樹蚊 這件衣服是知名的縫衣聖手所繡之作 取名為樹蚊 就是指就算樹人穿了 也會覺得自己真帥 然後問心無愧 那我這件樹蚊原本是白色的 但現在你看 我們只要用染料簡單染一下 調個色相飽和度濃度 我們就可以輕易將它變成綠色幹 變色竟然要10個染料啊 我現在只有6個還不夠 但沒關係 這染料很好取得 你除了用系統送的綁點 可以直接在商城購買之外 每天不是都還有一次免費抽 然後可以得到一些天衣令嗎 你也可以直接拿這些天衣令 去商城買染料 這遊戲大部分的東西 你其實不花錢也搞得到 太過高級的時裝不算啊 畢竟這遊戲已經沒賣什麼 花錢就能變強的道具了 再不靠高級的時裝 讓我們消費一番的話 那請問你錢要花在哪 喔也是可以拿去買朗紋啦 商城寶箱 大概就朗紋最常買吧 這次改版開放到61集 可以讓我們將最後兩件裝備 護碗跟鞋子也都能裝上朗紋 好最後我們就打一場論劍來收尾吧 我玩的也是唐門 最近不是有一場唐門 丐幫的PK事件鬧得很火熱嗎 唐門其實要打得好不容易啊 最大的原因就是這個傀儡 唐門PK你傀儡就要控的好 傀儡的操作跟人物的操作 你可以看成是兩個東西 可以同時發起進攻 同時使用招式 也就是說你得一心二用 互相搭配才打得好 像我就打不好啊 配合不佳 所以我勝率不到五成 我上一支影片有說過嘛 唐門PK要打得好很吃操作技巧啊 所以玩得好的人不多 但你說唐門有沒有高手 還是有的搞不好就是你 現在就來下載天涯明月刀M 成為唐門高手吧 伺服器分大區 每區統一控制玩家等級成長 避免等差過大 隨時加入都不嫌晚 大部分玩家都能在 接近公平的條件下參與論劍PVP 操作技巧才是輸贏的關鍵 等級相近配上跨服組隊 讓玩家可以輕鬆參與各種活動 不用因為找不到人組隊而發愁 就這樣 其他的下次再介紹掰